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庚武、甲生、丙武、己丑 那这一个八字他是说 他只换了这个丁亥 自从去年他换丁亥以后 他其实都一直非常不顺 那他到底是不是不喜欢这一种劫财呢 他是在那边怀疑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看一下 他天干了甲吉尔 所以他就是丁火庚金 所以他天干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他的一个地支 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五火去克申金 那过来申丑虎 所以亥水他其实也受伤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就会知道 他地支的申金受伤 地支是他真正的财心 然后他的关心 也跟着受伤 所以他最重要的两个 财运跟关运 在这一段时间 他其实是受伤非常严重的 我们已经知道 他财心跟关心这时候受伤 我们看一下他上一柱大运 上一柱大运 我们用蓝色的这一块来看一下 他的天干甲吉一合 一样丙火克申金 天干的财心受伤 他的地支就不一样 五火生去土生生金 各位 所以当这两个运 你把他比较以后 你会发现到 第一个 他进入了丁亥以后 他的生金受伤 第二个 他本来没有害水 也就是说他没有关运的 结果到这一柱 连关运都受伤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跟上个运程一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完全天差地别的两个大运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自然他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运跟上个运比起来 简直是非常非常的不顺 不管是在财运或关运 你这两个部分 都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你就会发现到 假如说上个运还不错的话 他这一个丙丁 对不对 丙丁 那这样子是不是 应该说前五年都会差不多 都会差不多 地支 他假如是深墙的话 你也会发现到 这个是旭 这个是亥 他一般来讲会怎么比 因为他现在在刚进入 他会用这一个来比 他用这个来比 他一定会跟用丙来比 因为他的时间点 上五年下五年 他就以前就没有这么差 那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差 各位 这就是 就是深强深弱 他们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状况 可是实际上 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排列 虽然表象庚金受伤 可是他实际上 各位 这边表象看起来不错 实际上受伤 这边表象看起来不好 可是实际上还不错 他们两个运 刚好都颠倒过来 所以五行派 还是一直在强调 还是要回归到五行流通 去看他的真正的一个情况 但你才会知道就说 同样的五行一进来的时候 他所导致的现象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丁亥的时候 他的状况是这样 丙去的时候又是这样 两柱只要相 去做一个比较以后 你就会知道在 在这两柱当中哪一个东西是变多 哪一个东西是变少 那这两柱一比较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他地支的财 偏弱 他唯一就只有天干的财 比较强 那天干的财是属什么 虚的而已 也就是说人家觉得他赚的很多 可是实际上 他口袋就空空的 然后再来 上一柱没有关心 0 那这一柱直接变成受伤 他的关心是不是跟上一柱比起来 也是偏弱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两柱大运 在这时候全部都受伤 当然过得会不会很 很 会不会觉得很愉快 当然不会 所以各位 透过五行流通加比对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他会有这一种情况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